讲到豪华行政房车 无论是在哪一个年代 S-Class肯定是最有代表性的 S-Class高贵优雅的气质 扑面而来 世界紧在于行 在马来西亚的S-Class只有一个版本 也就是我身旁这台S580E 这台车它是搭载一个3.0 Twin Turbo的直列六缸引擎 它能够输出一个367PS 500 Nm 显然在这么大台车上面 这个是不是太够用的 那么我们马来西亚的版本还多了这个PHEV的车款 也就是28.6kW的EQ Boost 导致这辆车的综合输出 它已经达到510PS 750 Nm 这么大台车它0-100只需要5.2秒 而且这个PHEV它也是支持这个11kW的快充 所以这个PHEV的电池 它可以在两小时之内就可以把它Charge满 这是目前在我国贩售最先进的一个PHEV车款 因为它的纯电重行驶 已经可以达到超过100公里了 这就是全新Mercedes的设计语言 你能够在C Class E Class 银以约约都能看到这个大格的一些面孔 所以这个S Class这个立标就显然变成了S Class 它上面的也是目前Mercedes-Benz最先进的一个头灯组 它比Multi Beam 还要高科技不少 因为这个头灯组不止像以前可以左右摆动 现在也可以上下做一些调整的 它可以利用这个镜头对这个路况如果是上斜坡的话 它会往上调的下斜坡同样会往下调 只是可惜的就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这个Digital Headlights 是没有这个晚上那个非常浪漫的这个流星与表演 这个就有点可惜啦 如果有那个就是完美了 来到这个车身侧面 你会看到它整车的线条比起上一代还要年轻 优雅了很多啊 因为它这次采用了这种隐藏式门把手的 当你解锁车辆的时候它会缓缓的伸出来 但是你注意看啊 它是后面吐起来先 很多人讲以为它坏了 其他不是 它是有一个隐藏功能 也就是在外国啊 有下雪的话 它是有破冰的功能的 就是因为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啊 导致它整车的风阻系数是非常的好的 它这辆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2cd 也就是比很多的超跑还要来的低的 这辆车车身尺寸比上一代长了45mm 轴距长了超过100mm 车身非常的修长 但是可惜的就是马来西亚版本啊 就少了那个后轮转向的系统 这一点就比较可惜了 因为在外国宣传的话 这个是一个重点来的 因为他们讲这个S-Class那么大台车 都和一辆Air-Class的turning radius 会是一模一样 我非常期待如果这辆S-Class 有这个后轮转向功能的话 parking会轻松很多啊 这车尾造型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一种简洁是 minimalism 的一种设计啊 你可以看到最亮眼就是这个尾灯了的 因为它的尾灯是一颗一颗LED 好像砖石板这样子 你晚上打开的时候啊 它要缓缓的打开的 非常的有仪式感 这样sequential indicators 也是肯定是必备了的啦 脚踢式尾面它肯定也是有的 少一下 缓缓的升起 而且这个boot size啊 不是开玩笑的大 它有550L比上一代大了50L的 而且你注意看的话 它的设计是非常深非常大的 如果你喜欢一些打golf的老板们啊 就非常适合你 因为它整个深度是非常好 绝对是可以整个golf bag丢下去了的 通常我们讲车都会从前排讲起 但是S-Class就不一样了啦 因为它后排才是它的主要卖点 一路以来啊 S-Class都是科技的领先者 像是第一代的S-Class 它是全世界第一款有ABS的车款 这样来到这一代 什么是它第一个有的 就是这个seed belt 它这个seed belt啊 是带有airbag的 来到这个椅子 你看我坐到这样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啦 这个椅子啊 它是这种零格形状的 它是带有这个ventilation 还有heated seat的 肯定这不是仅仅如此 它肯定是带有massage seat的 毕竟是S-Class嘛 但是这个S-Class的massage 它不像其他按摩功能那么的简单 这个它里面就有准备 十项不同的default模式让你选择 当中是非常多的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结构啊 因为它里面有19组不同电动马达 来实现这个按摩功能的 这比起很多车款的一些按摩功能 还要来的真实 真的是好像你家里面的那个按摩座椅一样 作为老板车 后排预热系统肯定少不了的 而且这个主机它的整个画面是非常清晰 它后排有三个萤幕 首先这两个萤幕我要讲是Optional Accessory的 标准是没有come with这个i tablet的 所以这个里面你可以进行非常多的一些调整 包括你车辆的一些setting 包括这个座椅 ambient lighting 还有这个天窗 还有这个车窗的一些遮阳帘等等 都可以在这边setting 包括你刚才我提到的按摩功能 同样你可以在这个主机啊做一些工作上的需求 毕竟老板你日历万机嘛 所以你可以搭载上一个Bluetooth 或者是HDMI的Cable投影你手机的一些资讯过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看文件看看视频等等 当然这个主机也是配有它的4G LTE的一个系统 所以你可以上网看YouTube、Spotify等等都可以实现到的 再来就是中间这个Armrest这边 你看到它是非常搭稿的 因为它中间这边是带有一个tablet 它是一个Samsung的tablet来的 它是可以直接拿出来 这个主机它拿出来过后你是躺着 那时候你都可以进行一些你桌椅上的一些调整 所以不用像上一代这样你去找那些按键非常的不方便 这样子你就fuel到那种premium 方便那种感觉的 因为你在这个MBUX的系统里面 你同样可以调节更多的功能 氛围灯和Mercedes 里面都是最厉害了的 上一款是40颗LED来到这一款250颗 而且这一代叫做Active Ambient Lighting 为什么会叫Active呢? 因为这个氛围灯除了会有那个跑马灯的一个实现功能 在Ambient Lighting除了美观这种娱乐之外啊 它还会有着安全的功能的 讲讲安全呢就是当这个Blind Smoke Monitoring 或者是你把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啊 它这个四条就会变成红色 如果它侦测到有车辆在后方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Signal加上有一个BEEP BEEP的声音 提醒你不要再开门了啦 而且当你在开冷气的时候啊 如果你调整温度 加热 它这边就会属一身红色 调冷 它也是会蓝色一条SOOT就过的 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玩 而且它的整个质感是非常的好的 讲到冷气方面啊 它冷气中间有一个Panel Aircon Panel是Digital的 当然它不像很多车厂这样子 直接给你Haptic Touch 这个还是有Physical Pattern的 这一点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冷气出风口上面 除了中间这边 BEEP也是有两个的 作为老板车来讲 这个吹老板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在那么有氛围感的车上 这辆车的音响系统肯定是不错的 有16颗Bermess的音响系统 可惜的就是它没有外国的那个31颗的大柏林系统 但是这一颗 小柏林 16颗喇叭也肯定不错的 因为它有这个4D的感觉 就是从你这后两排的这个座椅啊 它就会有一种D-Box的感觉 会有震动感的 那么在这么浪漫的一台车 我们就听一首比较浪漫的一首歌 这一代S-Class的升级焦点就是它的科技元素了啦 这个14.9寸的OLED萤幕啊 其实它用起来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要讲一点就是 现在我这个烈热当空下 它的反光程度也不会讲太过严重 甚至我觉得 也没有讲太过反光 这个比起很多的主机 还要来得好的 再来就是它i-Con 设计到非常大壳的 当我做这些盲操作的时候 它也是非常容易的操作它 而且讲真的这个MBUX 第二代的系统啊 很多的如果你是Mercedes 的车主的话 你上来这个S-Class 基本上你都可以非常容易的上手 非常user friendly的 我要称赞一点的就是 Mercedes 虽然已经升级为这种 Touchpad 的这种主机啦 很多取消掉很多的一些实体按键 但是它依然保留了一些实体按键在这边 也就是跑过它的一些Dynamic Mode 然后银亮大嫂也有这个实体按键的 它的360 它的EV Mode 还有它的Fingerprint 这辆车是带有Fingerprint的 就是代表这辆车你的司机 或者是你当你自己驾的时候 它的Fingerprint 一Touch 这边它就会 Sense 到全部东西都会调整 你需要的一些位置 我要称赞一点 虽然 Mercedes 取消掉这个实体的Aircon panel 但是在这个触屏主机的下方 它依然保留了一个 Default 的一个Setting 就是我冷气的界面来的 虽然这个界面如果换成其他画面 或者是已经Off Gate 过后 这个Aircon 这个Panel 还是会有在 而且当你Touch 下去它是有这种 叹叹叹叹的声音的 相对的来讲是比起其他的主机来的做得来要好啊 再来这个主机的面积啊 比起上一代大了60% 而且运算程度也快了50% 所以用起来相对的来讲是非常滑 非常顺畅的 而且它是内建这个Wireless Apple CarPlay Android 8 而且它里面也是配有这个MAP的 这个MAP 用起来也是非常的立体 所以这个主机的话 它整个运算程度相对的来讲是快了的 这个主机现在它的Wireless Command 是支持的多达27种语言的 所以这辆车啊 你讲广东话 你讲华语 你讲英文 你讲Basel Merayu 的话 它都能够监测到这个Mercedes Mi的功能 所以这相对的来讲 在马来西亚是个非常好的功能 对于我们这种三大民族的国家来讲 而且它现在也是手势搭载这个后排 也是支持这个Wireless Command功能 就是老板有这个主动权的 非常符合S-Class这种老板形象的车 但是这个主机其实它这种 是蛮容易肮脏啦 很多手指印啊 所以车上准备多一块布啦 方向盘它是采用这种Avangard设计的 就是不是那种蜻蜓式MG的设计 但是讲真的这个已经是蛮好看啦 而且Pedal Shifter是有的 质感aluminum来的真正的金属啊 而且它这边也是带有这种 Open Pawwood的 Furnishing 非常的好 再来就是这个12.3寸的全夜景仪表 你看到它好像和这些 C-Class差不多一样是 你看起来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开screen的话但是 它当它打开的时候啊它是有这个3D裸眼效果的 你看到这边你camera拍到会有这边会有闪闪闪的这些东西啊 是因为它是有这个camera还有sensor的 这个camera是侦测你的眼球 就是当我左右摆动我的眼球的时候我的这个map啊 会跟着我的眼球来摆动的 这样我在驾驶的时候我能够更加减少我的iTravel focus on the road 再来啊这辆车它是没有好像外国那个 这个AR的那个导航的 所以那个好像Irman开车的那个效果 Malaysia版本的S-Class是没有的啦 它就连基本的head up display它都是没有给的这一点就真的是比较可惜啦 但是在主机这边它也是有带有这个AR的鱼骨导航的 所以变成这个你可以用这个主机来导航啦 它是利用前面的那个镜头来实现那个AR导航的 如果你是要用这个AR导航的话 其实你的iTravel其实是蛮严重的 因为你要从这边你的视线移下到这边 所以那AR导航它cut spec的原因我们也是能够明白 因为那个其实是相对来讲非常昂贵的 主动是安全备备 S-Class 前几年就有那些备备了啦 什么Lane Departure Vernee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已经对S-Class来讲是非常基本的一道菜了 所以来到这一台S-Class它肯定已经升级到这个L3级别的 它是少数有这个L3级别的autonomous driving 在德国这个车它是可以自动上下高速公路 也是可以自动切换跑道的 但是来到Malaysia因为法规问题是暂时不能使用这项功能的 ZoS-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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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喂 什么工作好过这个呢 今天又要来装老板了 是 OK 哇这辆车的疑似感很重啊 一上车罢了 你看这个安全带就帮我推出来了 OK 看到吗 我这个脚垫开始骑着来了 看一下前面那一个还给你 还推出来给你放脚 再来一个按摩椅吗 哦对还有按摩椅 可以说是汽车里面最先进的一个按摩功能 是 来配合一下Wave Massage Left Play 它Default是配有一个10种Default Massage Mode 嗯嗯 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可能的模式 这边还会震的哦 嗯 所以这个座椅啊是由蛇车组不通的电动马达来达成这个按摩功能的 嗯 所以这个按摩功能啊它不像其他的品牌的车窝的按摩功能只是按它按摩功能 这个它真的是你可以feel到非常真实的 好像老板你家的Ossim一模一样的感觉 OK吗老板那个speed bump过到 等一下我们再过几率再feel一下 可以 我用我这个40多年的屁股来feel一下 你现在的时速是15 14 13 12 OK OK 我可以feel到你前面的震动是比较大的 嗯我震动是比较大的 后排呢 我后排呢我可以feel到震动是比较小的 是小很多 其实做是 我知道你在过着一个不平的东西 可是那感觉是很好 这边就有一个 比较不平的一个路段 是我们再try一下 感觉现在还非常良好 是我是能feel到它的起伏是蛮大的 其实 除了声音是 前轮过的那个speed bump的时候那声音比较大声 其实我后轮还还好的 就是感觉也蛮不错 按一下 会写 你看我这一个tablet就会跳出来 肯定它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在这边控制完我这辆车的 这一个设定 冷气啦 media啦 Apps啦 还是什么东西 来试一下 Hi Mercedes How can I help I want to go pavilion Bukit Jalil Here is what I found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I am calculating the route 老板刚才你讲了你要去pavilion Bukit Jalil 是吗 我这个仪表就显示出这个map 要前往这个pavilion Bukit Jalil 了 而且还是裸眼的3D的 所以非常方便啦老板要讲什么 你还要去哪里 他一讲一句 我这边就能导航去那个地方了 对就是讲我现在我其实是不需要跟那个司机交他 那司机也不需要按来按去 我这一边直接讲 直接问 然后navigation 我这边其实我这边也是可以看到那个map的 对 然后你那一边 就是讲instruction他自动已经放在你的 自动丢给司机了 对对对对 其实他在这一方面的这个coordination 这个就是S class一直进步的一个地方来的啦 肯定 OK 然后我们现在try一下他的就是 就是在路上面行走的那种 他那种舒适度到底这样子啦 你看我现在我这个 这个legroom 其实是很宽裕的 然后我这一边我还可以再调 我还可以再调斜一点点 如果是坐的不够舒服的话 然后看一下 在我这一边呢 我这一个下面 他后面还有两个Type-C的这个接头 我可以在这边charge电 不过不用紧还有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对对 非常方便的 而且这个座椅啊 比起上一代啊 它已经是长了一个30mm的 无论是头部空间还有这个座椅的legroom啊 都是比上一代宽了大概30-40mm 嗯嗯 所以你是feel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宽裕吗 对对对 可以feel到是它是相当宽的啦 我我人是不胖啦 然后渡男也是没有什么讲大啦 不过讲真的如果是讲 对老板级的人可能有一点点渡男啊 做这种 这种椅子哦 就要比较斜一些 这样子比较舒服一点 我刚吃饱饭我上老车我就要 哇舒服 然后在这一边呢 比较重要的是 我看到我前面这一架主机 对我来讲就是 我有玩 我要的一个控制 就是好像是 我可以connect我自己的Bluetooth来在这边 对 OK就是讲我可以在这边直接打电话 然后我可以用就是耳机 我可以用我的Airport 就是Apple port 直接听 然后我的司机是听不到我讲话的 可以 啊对 绝对隐私的 对是隐私的 隐私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很多老板然后他对他的司机特别好 就是这样子 明白 然后你会feel到这个桌椅特别的比较舒服吗 因为它是有这个Airgo comfort的这一代 然后这一代啊 除了在后排都有这个头枕这个比较舒服的这个cushion的头枕以外啊 前排也是有啦 所以我今天作为司机也是有benefit到 因为这个东西是在这一代在前排才有的 嗯 讲真的哦 这个这个头枕是不是 它真的是有伏不到我的景象这边 真的是 坐上来啊 就感觉就 就很舒服啊 这个头枕江真的也不是讲 我不觉得是什么很大的一个发明啦 嗯 可是我们放在这一边哦 它就感觉很舒服一下 对 开长途的话这个对我们颈椎来讲是非常舒服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加上这个车啊它有这个ambient lighting它的氛围灯的感受啊 嗯 是非常好的 它还叫这个active ambient lighting啊 就是它可以随着你的音乐的震动来随着有不同的一个节奏 是我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个很多颜色 就是等下来我讲我一进去那种仪式感是有在的 对 然后这辆车讲真的你停在这边是不是 我可以跟你讲哦 到现在哦 我是完全没有听到外面 任何一辆汽车或者是摩托的声音 对因为这个发明它是全车都是用这个假层玻璃 就是双层的玻璃 嗯 所以你可以feel到这一个东西真的是 非常厉害了啦 OK现在有一两个moto就是Foodbender刚经过 你只是停了一点点 一点点稍微真的 其实做起来感觉真的是有 它有那一种 这个价钱应该给你的东西啦 与世隔绝的感觉 对对对对 而且在这个除了这种hardware上的这种双层玻璃啊 它在打造这个车架的时候啊 它就在这个车架不是有缝隙的吗 对 但是这个Mercedes-Benz它把这个S-Class里面 它挤入一种好像 你baking那时候你baking你的蛋糕 嗯 它是一种发泡棉的 把这辆车去谷油的时候啊 它就那个发泡棉就会发胖 嗯 发胖过后它就会铺满整个车架的缝隙 所以它车架缝隙是完全没有缝隙了的 嗯 所以这样它非常完善的可以格局外面的一些隔音效果了 OK 等一下开一下 喂哟你看这个东西 我开那个Blind的时候那个它连 很小的细节这个东西开起来它的仪式感都做得很不错 对它连三角窗都不放过的都有遮阳连的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就没人看到我了 对对对 然后这边它有一个Data Day Hook 对 非常符合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个配备来的 讲真的我真的是有考虑到过要买S-Class的 嗯 可是我是那种喜欢驾车多过喜欢坐车的人 可是我买到S-Class的话是不是我不太想自己驾 因为驾S-Class 自己驾好像不太可以了一定要请司机的 对 然后就放弃了这个概念了 可能多几年老一点的时候才来换一下 对对对 这辆车行手在这种搭慢的路上 你可以感觉它的整个引擎的压力是非常小的 因为这台车它是搭载这个28.6的EQ Booster Page EV的车款 所以导致它在低速的时候基本是在60公里以下 它都是用这个电池来行走的 变成你是不是没有听到引擎声 是真的是没有听到引擎声 其实这一代的这个S-Class 它是有什么进步的没有 有它是加入这个叫做E-Active Body Control的 就是在四肢不同的Damper跟Absorber 它都加入这个对这个路面状况调整它的整个软硬的 所以你不需要一直去调它的Comfort Sport 它都会自己去适应整个路况 就是Adaptive的意思啦 对 如果真的这一代是不是 跟上一代比较啦 我真的可以感觉到这一代的S-Class 是舒服过上一代的 对 因为上一代的那个S-Class 它有一种佛的感觉 就是有点像你坐船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坐船那种引船 对 它虽然是很舒服 可是是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这样子的感觉罢了 不过这一代呢我反而我就不会feel到 那一个foil的感觉 我还是可以feel到四肢suspension 它是在那边 就讲 还是有一个对应的 对对对对 我还是可以feel到它的feedback 就讲我看到speed bump 我知道车要起来了 我知道车要下去了 可是上一代还会遮得很厉害 遮得很厉害 就给你一种foil的感觉 这一代呢 它反而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OK就算你现在在Tabrik的好是不是 我做老板 然后我都不会feel到要这样子的那个动作 它的冲去前面的那个压力是非常小的 所以做起来就不容易晕车 然后也比较舒服一些 就算你现在在加速的好 或者是你突然间 就讲把车速停下来的好是不是 其实那感觉都还是非常好的 对 这样子我第三样 其实 我做这种车 第一当然我跟讲啦 那个仪式感很重要 我上来这辆车值不值这个价钱 然后第二呢 第一次就是讲我的control 在我前面 我有这个主机 冷气啊 然后Vu2啊什么东西 打电话我可以直接在这边打 没有问题 这边还有一架小的table 给我控制 然后第三就是讲舒适 舒适呢讲真的 这辆车跟上一代来比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肯定肯定 然后呢 下一样东西呢 我比较注重的东西 就是 安全啦 这辆车 坐在后座 其实它的安全部分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 影部分啊 哇这个安全部分在后座啊 这一代的S-Class真的是升级太多了 嗯 首先我从这个硬件上开始说起啊 嗯 就是从这个门板你会不会觉得这辆车的整个门板的面积啊 是比上一代还要来的高很多的 嗯 就这个门槛啊 是直接到你的颈椎这边了的 上一代可能是到你的半身而已 嗯 所以这个功能啊就是 PREVENT那个SIDE IMPACT的那个 冲击力 嗯 所以变成如果这辆车发生任何撞击的时候 它能够非常好的一些承受到那个SIDE IMPACT 嗯 不仅仅如此 它在里面的结构啊也是加入多两层的 Anuminum来 征受这个 冲击力的 嗯 通常我们的车只有一层的就在外面那层 OK 但是我们有两层的就在这个 文版外面还有里面 都有这个Anuminum的Space frame 嗯 但是这辆车在body structure啊 它是50%以上都是采用Anuminum的车身打造 嗯 比起上一代虽然车长了很多 也有这个PHEV但是它还比上一代轻了60公斤啊 OK 所以在车架上面它用了非常多的那些Ultra High Strength Steel 还有Aluminum的车身结构的 嗯 这个讲的真的对我来讲很重要 其实对这一个 这一个讲真的 这辆车的市场 嗯 他们的买家 他不大会跟你讲 研究到底有多少层啊 我只是要一个字你跟我讲 安全吗就可以了 是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啊 你看到它SIDE IMPACT是非常厚的 嗯 它在这后排啊 是哦这个SIDE IMPACT真的是比较厚的哦 为什么它这样厚呢 因为它是全世界第一辆啊 在SIDE IMPACT有Airbag的车款的 嗯 所以然后它在这个前面这两张椅子的后背方啊 都有Airbag的 所以它这辆是 全世界可以说是后排最多Airbag的两车款来的 不仅仅如此 不仅仅Airbag多啊 嗯 那它侦测到旁边如果有车要撞进来的时候 那它会把这个车身啊 提高一个80mm来承受这个SIDE IMPACT的 提高多少mm啊 80mm 80mm就是8个cm哦 8个cm了 哇 对 就这样很 很快的时间把你升起来 然后就讲车的就是撞进力不会 不会太过就是 对乘客的撞进力 对对不会太过上面 大大减少了 所以Mercedes在哪一个版本它都 下放这个非常安全的功能给你 这一点S-Class做到非常大位 就算老板啊你自己开这辆车啊 它是首次Mercedes 第一款有这个L3级别就是Level3的 的这个autonomous driving系统啊 它除了有这些基本的我们Lane Departure啊 那些Adaptive Cruise Control之外 在德国啊这辆车它可以自动上下高速公路 自动切换车道的 但是在马来西亚 讲真的我每天走的 对对对 因为上一次 有一阵子一直下雨啊 那路面的情况是不是很好的 不过现在是不是当你这样子叫 那个感觉是 这个轮胎的话我觉得它的反馈 还是会有一点点明显的 对这个轮胎讲真的啊 我刚才讲整辆车是非常宁静的 对OK 可是我还是可以feel到就是那个轮噪声 是那个胎噪声会比较明显 会比较明显 因为它整个轮胎的那个profile啊 它是比较偏薄的 它是用这个45的 所以怎么样的来讲它对这个路面感是比较明显 如果它是采用一个比较厚的我相信 整个舒服程度会更加的来得好啦 我可以说奔驰是最了解现代人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一点非常关键啊 因为不是每一家车厂都那么了解他们的用家正在追求什么样的东西 当这个S-Class在Globaler launch的时候很多人就吐槽说 为什么要把这辆S-Class设计到那么的年轻那么的fancy呢 会不会损失掉它一些高贵优雅的气质呢 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不见得 我觉得它依然保留到它的高贵优雅大气的这种形象 但是在这个基础下它也加入非常多爱catching高科技的配备 这个S-Class推出过后啊 它的同级别竞争对手来讲都要思考一下 他们还能玩什么东西啊 当你进入这个S-Class的车厢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觉得它东西太过的fancy 你反而觉得它 赏心悦目用起来还是蛮开心的 所以虽然这个S-Class的东西非常的多它的配备非常的丰富 但你不一定要用到玩它的 这个就是作为老板车的一个性格就和老板是一模一样的 老板不一定每天给你知道它多少的储蓄 但是当它拿得出来的时候绝对非常有排面的 所以S-Class啊它在每一个时代都是showcase着它当时候最巅峰的科技 这一代S-Class要价689,888令吉 是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所以当你在这个S-Class那么fancy的车厢里面 看着这个鸡头盖的这个力标 就是代表Akusuda Bajaya了啦 或许这么先进的一代S-Class啊就是专为年轻有为的你们 专属打造的座驾呢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出去 我是Ja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